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城中有打斗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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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王皆别就这么嚣张啊 云帆长老 此人便拜托您出手了 云帆 云蕾东的长老 你墨帖铐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瞧不起自己 十谷之路就应该为国尽忠 今日就算捐躯在此 也不能让云兰宗轻易把这正鬼魂夺去 既然你执迷不悟 老夫便成全你这份愚忠 离开三年 没想到云兰宗竟已如此嚣张 这野心还真不小啊 在加马帝国还有人敢这样把云兰宗 窦王 窦王 还有窦宗 这般恐怖的阵扰 这些人究竟什么来头 不知来者何人 保护云兰宗长老云帆 碧宗宗主云山 不知各位是否耳闻 云山 何止听过 我与他还很熟 我与他还很熟 这小子怎么这么眼熟 还有那女人 还有那女人 你 你是硝烟 你还活着 硝烟 他还没死 云山老贼不死 我当然要活着 硝烟 硝烟 木铁大哥不必紧张 当年放生之恩 在下一职铭记 少做两年 多做五年 我硝烟就会回来 木铁统领 这份情日后我会还给木家 是 小 硝烟 你 你真的回来了 云兰宗弟子听令 宗主有令 见到硝烟 割杀勿论 是 是 什么人 这么多窦灵巅峰 还有他身后那些没有出手的超级强者 这家伙 短短三年居然有了如此大的势力 这是什么 混蛋 你可擅自掉头军队 是 为了今日之事 我可是做足了准备 小子 今天来了就别想走 跟我来 云帆长老放心 你 今天 他们搬不起什么浪费 你 怎么回事 这小子还有别的帮手 回来找云兰宗算账 不过多带点人手怎么行 小岩子 是 外头都搞定了 云帆长老 我们 我们怎么办 牟利 我拖着他们 你快回帝都 把硝烟回来的消息告诉宗主 是 什么 拿命来 原来是自己想到 别让团团跑了 还是我来吧 好可怕的副主 就这速度也想跑 就这速度也想跑 三星斗王而已 若让你逃掉 我还如何跟云山了解恩怨 小爷 你若敢杀我 云山宗主定不会饶你 云兰宗回我小家 这些仇 我会一笔笔的加倍偿还 云山老贼 迟早也会轮到他 不打 不打 补兵 饵命啊 饵命啊 我还不让 饵命啊 我还不让 木铁大哥 当年之事多谢了 小元兄弟不必客气 今日多亏你们出手相处 不然 真要让云兰宗阴谋得逞了 想不到 云兰宗竟想染指帝国军务 看来我三年未回 加码帝国变了不少 墨铁大哥 能否与我说说如今国内情况 你们先喝茶 这些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这几年帝国 可是被云兰宗搞得乌烟瘴气 事情得从小元兄弟离开后 大约半年左右说起 当时云兰宗突然一改往日作否 开始大肆招收弟子 还将门下弟子 暗中分派到全国各处摇阵 皇室和三大家族 虽知此举包藏祸心 但位于云山的实力 没人敢说什么 这让云兰宗越发嚣张了 竟干出了剿灭你们肖家的勾当 王 好 好 好 Stacy 云帆那边可有消息 回禀宗主目前尚无消息传来 想必是在等待时机 不过一个正规官竟是如此拖拉 马上传信给他 五日之内必须拿下 是 等其他要阵也拿下 我们就能彻底掌握加玛帝国 到时候这斗骑大陆西南语 就没有势力能与我们抗衡了 那件事准备得如何了 回禀宗主 人手已经准备完毕 只待宗主一声令下 便可吃入地独 将那米特尔家族连根拔起 不过海波东乃窦黄强者 但凭那些人手 怕是 我自有安排 你们马上去集结人手 这次我要米特尔家族从帝国彻底出名 是 对了 木鞋大哥 米特尔家族现在怎么样 说起米特尔家族 自从腾山把家主位置让给雅非后 短短两年多 就让米特尔家族越居三大家族之首 如此本事 当真是帝都翘楚 不让须眉啊 想不到 雅非姐都成了米特尔家族 萧嫣日后再回家马帝国 此情定然百倍偿还 雅非姐 告辞 木鞋大哥 我听云兰宗那些人 称云山为宗主 原来宗主不是云运吗 云运宗主 在萧嫣兄弟离开后不久 就被卸去宗主之位了 三弟 没事 只是没想到云兰宗内部会发生这种事 云兰宗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都是云山一手造成的 可以说 云山已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 听族中长老说 他迟早会对三大家族动手 很有可能先拿米特尔家族开刀 为什么 其实 海伯东还有米特尔家族 帮萧嫣兄弟和萧嫁 逃过云兰宗追杀一事 在帝都 已是公开的秘密 以云山的小都基成 要动手 肯定是拿米特尔家族开刀 这么说 我们得尽快赶回帝都才行 木铁大哥 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情况 日后若有事 只管来寻萧嫣 二位兄弟 此去帝都 多加保重 保重 看来 帝都这是要变天了 快 都快点 跟紧点 老师 快点快点 马上就要出发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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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好 老师 您真要一一顾行吗 小颜 你可别再回来 你可别再回来 他们进展如何了 魂殿秘书 让这两个窦黄的实力得以再次提升 云山 这次你绝不能再放过萧家任何人 云都 寻刹 多谢宗主栽培 你们二人马上出发 家警将米特尔家族清除了吧 切记 要把萧家残党搜寻出来 若有势力部长眼敢插手 那就一并除了 是 宗主 是 希望这次 你不要再让人失望了 你们魂殿 到底要从萧家找寻何物 不该你问的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好 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对 对 对 让 对 对 对 修行走 放箭 干掉他们 救命啊 救命啊 若不是为了帮小家 云兰宗又怎会对我们米特家族下手 看 得罪了云兰宗 就是这番下场 杨伟长老 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有用吗 不对 不对 拼着冲锋 还冷 还冷 米特尔家族的祸事 因我萧家而起 你们将我和萧家一半族人交出去 云兰宗想必会就此罢休 只要能给我们萧家留一些血脉 就够了 好 年纪不大 却又绝对理智 萧家有此人才 不仇不兴旺 只是 可惜了 云兰宗对我们出手 难道只是为了萧家吗 好 之前我就联系过皇室 纳兰家族和牧家 可他们 放心 拼了这条老命 老夫也会保你们无恙 好 还冷 您还在等我三弟回来 我对那小子 有信心 嗯 什么事啊 让比特尔家族 交出萧家局面 否则啊 灭族之时 就在监制两个洞房 承山 雅飞 你们带人拦住其他人 他们 交给我 雅飞 你带着萧鼎去守住内院 这里若是被攻陷了 你们便是萧家人 最后的防线 是 云兰宗 和你们拼了 白波东 不要再富于顽抗了 凭你一己之力 还想力挽狂澜不成 石像点 交出萧家残党 云都云差 竟然也进入窦皇界别 不过 他们的气息并不稳 难道云山用了什么秘法 海波东 今日你究竟交不交人 云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丢尽了历代云兰宗宗主的脸 想让米特尔家族 云山他不配 云兰宗众弟子听令 血洗米特尔家族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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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同山 你的对手可是我们 云父云血 没想到连你们也来了 宗主对你们米特尔家族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抱歉 我们只能奉命行事 好 今日 就算我米特尔家族南逃大难 也要让你云兰宗 伤尽动骨 海波东 云山宗主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他要铲除米特尔家族 那你们就必须死 何必与将死之人废话 杀 我们之地 上 万花冰镜 太爷爷 我们真的不出手吗 哎呀 优异 你也知道 云兰宗如今的实力 若是惹怒了云山那家伙 可太爷爷 云兰宗的野心 绝不会止步于米特尔家族 我们现在不出手 作识米特尔家族被清除 日后恐怕皇室 云山你是斗宗 再看看吧 父亲 再不出手 必须等 希望日后云兰宗 能看在燕战的份上 放过我纳兰家 族长 破旗舰已经不足百迟 这里快要守不住了 全部都给我用上 没想到云兰宗的人来得那么快 萧家还来不及转移 我就是萧家最后的防线 想伤害我的族人 除非 扛待我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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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兵龙翔 拳兵龙翔 扛待我的室 interessante 吧 峰 没想到云察和云渡 竟然已经强到能和海老丈而不败 童善 投降吧 念在相识多年 我们会却宗主少拟命 伊特尔家族虽然爱钱 却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要死 也要拉上你们两个垫被子 冰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 大长老 我们要输了 云察长老 云渡长老 我们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海伯东 也死定了 海伯东要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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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究竟是何人 还请报上名额 三年不及 没想到云兰宗最擅长的事 仍是以不起手 这位朋友 不要以为我们四人奈何不了你 你便可肆意妄为 在这加玛帝国 还无人敢挑衅我云兰宗 藏头鹿尾鬼鬼祟祟的 可不是高人所为 三年了 云兰宗 小子硝烟 回来讨债了 硝烟 你还真是上赶着来复死 为首刃云山 我怎么会轻易死去 哼 汪汪的小子 要对付你们 何须宗子动手 我们早就防着 背后开眼的家伙暗室 小爷 小心点 再来 可以 那是 真没想到 他竟然还真的回来了 云兰宗的野心 怕是没那么容易实现了 妖医 今日过后 加码帝国与云兰宗一战 是迟早的事 与硝烟多接触 务必让他对我皇室有好感 是 太爷爷 我建议 现在立刻调动军队 驰援米特尔家族 现在出手虽晚 算不上雪中送炭 但总比事后再示好 更有诚意 那么多斗王 小爷 这些都是你的人 我不过是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罢了 两名斗王 七名斗王 很好 没想到刚一回来 云兰宗便奉上了这般大礼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你想干什么 一个不留 是 小元 想要将我们一口吞下 就怕撑死你 云兰宗弟子听令 平死一战 就算凭着最后一人 要将那米特尔家族 给我号成废物 是 杀 杀 叶子的对手是我 二哥跟我来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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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妃姐 三年不见 远方漂亮了 你还舍得回来啊 这三年为了萧家 辛苦你了 对了 你大哥在那儿 大哥 大哥 你的腿 好小子 可算是回来了 大哥没事 不过是腿中毒 瘫痪了而已 手和脑子都没事 倒是你小子 怎么短短两年时间 竟然晋级这窦王揭灭 这当然是三弟的功劳 不然以我的天赋 最多也就斗灵而已 大哥 这些年苦了你了 苦得不止我 这三年你又何尝不识 父亲说得对 你就是萧家和父亲的如药 大哥 大哥 以后我们萧家 不会再受任何屈辱了 嗯 雅妃姐 让你的人退后 这里 就交给我吧 快撤 快撤 死了 请翻米特尔家宫船 速速快去 去吧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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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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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 不再是当年那个心思手软的少年了 这样对他来说 反而算是好事 快倒啊 我可不想死 快 云兰宗不顾律法 在帝独聚众犯事 全部带走 不知该叫你颜骁先生 还是萧颜先生 妖夜公主来了 雅妃姐 抱歉了 本想尽早赶来 不过调动兵马耗费了一些时间 萧颜先生 我代表太爷爷 抱歉 现在没时间与妖夜公主续救 大哥 雅妃姐 我先过去看看 海老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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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百波东 你多敢杀我们 最初定会血腥米特尔家族 云南奏 何卫 驾 这股气息 怎么可能 禀宗主 芸妇等七名长老的魂牌 刚才突然全部爆裂 怕是凶多吉少了 云都云叉两名窦皇也陨落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两名窦皇强者 还有九名窦皇呢 这帝国之内 还有哪方势力有本事吃掉他们 绝不可能是米特尔家族 是啊 难道是三大家族和皇室联手吗 是萧家那个不要命的回来了 萧炎 怎么会是他 他还敢回加玛帝国 他们是死了吗 就算还活着 也不可能斩杀云都长老他们呢 从先前那股气息来看 他至少也有窦皇戒面 当年本宗太过小看他 让他给逃了 这一次定要斩尽杀绝 传令下去 从现在开始 云蓝山进入最高级位 任何私床者杀 是 是 云蓝山的云蓝山 不知千何时清醒 小妍的小子在黑剑抑或得放尽神齐 这次 云蓝宗的麻烦可不小 本宗要杀他 亦如反掌 等我将他擒住 会让他世事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不管你与他之间的恩怨 这消灭回来得真好 免得我们还要去黑暇御寻谈 不过 听说消灭品内 有着药森者药臣的灵魂品 到时候 药臣教训我们的队 你只能擒住消灭 放心 我会把消炎的斗气废掉 再交给你处置 最后不要去迷 不然下场 恐怕会格外凄惨 起手 没事了 我们赢了 是小爷 你的二家族赢了 我们赢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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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 这三年 多谢了 哼 你这小子 离开三年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 当年小子答应你老的报仇 扑灵子弹 他能让你恢复巅峰实力 还请见谅 这梅丹药 拖现了三年 这一天 我也等了三年 亏你小子还记得 除了这次被杀的云叉和云都 云兰宗恐怕至少还有不下三位斗皇 经过探查 云兰宗内有着别的神秘势力 或许这便是他们强者众多的原因 魂殿 除此之外 最头疼的还是云山 光凭我们这些斗皇 恐怕 光凭斗皇 确实不能掀翻云兰宗 忠丽好像没有草药啊 美肚杀女王 不准再偷拿别人的药材 否则马上把你送回去 这个 刚才你们打得激烈 我便带着子言到处转着 偶然间 发现了些好东西 那 抱歉了 海浪 他们俩竟然将主意打到米特尔家族身上来了 没事 既然喜欢 那便送给美肚杀女王 小子 你有了美肚杀这张底牌 但云山不足为惧 这尊大神太难行动了 还是别对他 抱太大希望 云山我会来出手对付 至于他嘛 看他心情吧 既然要对付云兰宗 那这几日 我们尽量与纳兰家和穆家 以及炼药室工会和皇室取得联系 尽可能邀请他们联手 毕竟伐马 嘉兴天 势力都不俗 我们几人联手对付云山 比你的成功率还是大一些 三弟 海浪的建议不错 想要清除云兰宗 光凭你的人手还远远不够 联手更为妥当 少爷 你与云兰宗的恩怨 打算如何了结 不死不休 我要云兰宗 在甲马帝国 彻底消失 帝都的几大势力 均已联系好了 烈药室工会一向自取中立 便定在那里 与他们商讨吧 短短一日 还老就将商议大事安排妥当 辛苦了 这些不算什么 但要清除云兰宗 必须要解决一人 谁 丹王骨河 丹王骨河 六瓶力要是 若是他要帮云兰宗 恐怕光是帝国十大强者 他就能招来五人以上 好 尽快通知下去 是 是 海浪 萧妍 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怎 怎么了 只是 想到了三年前 我硝烟不会只忍不放 当年你和海老舍命相救 此情定会白备偿还 雅妃姐 你的任何要求 只要我能够办到 就算你要当女皇 我也定会鼎力相助 姐姐对女皇可没兴趣 倒是这次会谈 帝国几大势力都会到场 你可要小心应对 萧妍 萧妍 这位是 一个朋友 你教她采灵便好 原来你就是采灵小姐 果然貌寐非凡 难怪 会在萧妍弟弟身边 雅妃姐 今日怎么有点奇怪 正是不笨 在这里啰嗦什么 我 雅妃 今天家族所有的拍卖场 将再度开启 这事还需你去盯着呀 小家伙 这次的商谈 可别意气用事 能拉拢一个帮手 就算一个 如今你身上 可不仅仅挂着萧家的命运 别忘了 你还欠姐姐一个承诺 你们先忙 我这里一有云蓝宗的消息 便会立刻通知你们 辛苦雅妃姐了 我们走吧 炼药师工会 你自己去吧 这女人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不是说好了去炼药师工会吗 女人都喜欢吃醋 走吧 去见见那些老熟人 你先去工会大厅 我要去准备点东西 老板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好嘞 便宜点了 我可是老主顾 不行不行 现在地图要成这样 这好东西 只有我这有 五百金币 爱买不买 再人啊 这个价格谁会买啊 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一个云蓝葱 让中立的令药师工会 也不代表了 您过为工会长老 想必不会跟我这个小辈一般见识吧 晚辈已经先跟店家定下了这枚冰火舍灵国 您何必自降身份横插一脚 雪妹 这交易区的买卖 本就是不分先后 价高者得 我出五万金币 除非你出的价更高 不然 这便是我的 二位能看中这枚冰火舍灵国 是小店的荣幸 可千万别因此伤了和谐 这丫头是谁 竟敢跟令药师工会的长老征 是啊 这位傅元长老可是五品烈药师 这五万金币可不是小钱啊 我出十万金币 购买这枚冰火舍灵国 你 你不是呗 弗兰科大师还好吧 老 老师他很好 你怎么回来了 赶快离开这儿吧 原来东海 放心 没事 是 哪里来的爆发户 想移植千金币美人像 也别糟蹋了这药材 既然是价高者得 那我出十万金币 这 这 你的老师是谁 怎教你如此没礼貌 没想到 没想到如今 烈药师工会的长老 不仅仗势欺人 还以老卖老 哼 押尖嘴利的小子 今日我便代替你老师教导你 什么叫尊师重道 堂堂副长老竟然不顾身份 对一个小辈他说 这位副长老 可不仅是无品烈药师 更是斗王强者 这年轻人 是他 混账东西 我的老师 你还没那资格来代他教导 烦马会长 气看够了吧 再不现身 只怕工会 今天就要少一位无品烈药师了 小颜小兄弟 好久不见 没想到短短三年 小颜这个名字便这般响亮了 难怪当年老师说 他日后的成就 必定不凡 你放心 今日之事 老夫定会妥当处理 人已经到齐了 大家都在大厅等着你呢 那走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替我向弗兰克大师闻声好 好 诸位 三年不见 可都还好 小颜小兄弟 没想到三年不见 你便有了这般实力 真是令老夫惊叹哪 家老风采依旧 小颜小兄弟 快请上座 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 实力提升竟如此之快 今日请诸位一续 所谓之事想必大家有多清楚 那我就不绕万字了 云兰宗灭我萧家 此乃血仇不可不报 我消炎与云兰宗自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可对付云兰宗也并非我一家之事 今日照诸位前来便是想与大家联手 清除云兰宗这帝国独留 云兰宗如今的确很强 不过这似乎 与我们并无太大的直接冲突 我回来时途经正轨关 恰巧碰到了云兰宗的长老 欲夺统领之位 若他成功了 恐怕这些帝国军队便会沦为云兰宗回去 怎么可能 先任正轨关统领名叫木铁 恐怕一两日后便有消息传来 以云兰宗的野心和势力 既已对皇室出手 诸位 你们还能够独善其身吗 所以叫大家前来 无非是给诸位加把火 如今的帝国局势 已不容许什么中立 我既然要和云兰宗决一死战 那就绝不容许出任何车子 在决战之前 诸位得给萧元一个立场 尼特尔家族会站在萧元这边 因为老夫知道 投靠云兰宗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毕竟现在的云山 小元先生 不知道您对此战有几分胜算 胜负无误之分 虽说你这次带来不少斗王强者 可云兰宗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不说斗王强者 但是那云山就不好对付 斗王强者 我自然也有 斗宗强者 当然也有 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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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怎么出来了 若是当初没有退婚 反正迟早会被人知晓 除了没斗杀之外 萧元竟然还有斗宗老师 还好我们站在了萧元这边 你便是当年那个小炼药师吧 我还记得你 多年不见 你倒也有些本事了 您 您是当年那个老先生 当年我游历大陆时与他偶遇 见他有些天赋 便兴起点拨了一下 先生点拨之恩 法马誓死难忘 这老者究竟是何来历 好了 你们还是谈正事吧 我就不多讨扰了 不过我这弟子所言不假 生死决战之前 诸位可要想好立场啊 大家可想好了 先生对我有恩 小炎小友既然是先生的弟子 那炼药师工会 定会全力助小友迎战云兰宗 我穆家也愿助小炎先生一臂之力 小炎先生的实力 既然能与云兰宗比肩 只怕清除了云兰宗后 您就会成为另一头猛虎吧 若是如此 那我皇室的处境无论何时 都没有改变 就算我日后成了猛虎 我硝烟也敢当众人 向皇室保证 只要你们不动心思 我就绝不会做出云兰宗 这种多国权之事 妖夜公主 你也要明白 若我不出手 少则几月多则一年 皇室便会彻底毁于云兰宗之手 所以 莫要以为是硝烟在求着你们合作 妖夜年轻 做事尚有不周之处 还望硝烟先生勿怪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皇室也不能排除在外 定会倾尽全力剿灭云兰宗 纳兰家自然也与诸位共进退 是雅妃传来的情报 说了什么 情报上说 云山准备在云兰宗 给骨盒和云运办一场婚礼 既然来了 那便现身 何必鬼鬼祟祟的 没想到 你斗气虽然被云山封印 可感知依然如此灵敏 我原以为你是君子 没想到 你也会做出我 你说趁人之危的事 我没有 这都是云山的主意 只是我无法拒绝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我只把你当作朋友 是因为硝烟 不要胡说 云云 我又不是傻子 云山已经告诉我了 你和他其实在塔格尔沙漠的时候便有征兆 只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我竟会输给一个矛头小子 你不用管我什么原因 我只问一句 你究竟 拒不拒绝老师的提议 我配得上你 而你和硝烟 绝无可能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说过 我不愿意的事 就算是老师也不可能让我低头 你若真要执意而行 最终也只会得到一具尸体 我骨骼堂堂丹王 只喜欢你一人 而那硝烟一个矛头小子 他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惦气 硝烟已经回加马帝国了 你先别高兴 硝烟想要对付云兰宗 无疑是堂弟当车 婚礼结束后 我会请云山将你体内的封印解开 然后带你远走高飞 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 两日后 既然如此 那两日之后 便是与云兰宗的决战之日 这么快 诸位应该很清楚 骨骼在帝国的威望 若他真的投入了云兰宗的阵营 那此战必会极其麻烦 没错 若是拖延到婚礼之后 只怕将会有诸多强者闻风赶来 加入云兰宗 两日后 皇室定会助你奋力一战 既已定好大事 那便请诸位这两日做好准备 萧妍便先告辞了 这两日不见你人影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没拿到复魂丹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还想杀我吗 我难道不该杀你 那是 等约定的时间一到 我就会给你炼制复魂丹 到时候究竟吃不吃 也全看你自己 吃了后 吞天莽的灵魂 就再也不会影响到我 届时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真是这样吗 你对我下不了杀手 真是因为吞天莽灵魂的缘故 我可不信堂堂美毒莎女王 会被小小吞天莽的灵魂 影响到这种地步 小爷 难道你还以为 本王对你有别的感情 不敢 这次决战 我也没有必胜地把握 稍有不慎 可能就死在云山手里了 到时候 你或许用不着 要赴魂丹就解脱了 你若真的死于云山之手 我会感谢他 生死成败 各安天命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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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山 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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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带她出去走走 到时候 她若是想通了 便能理解宗主 对她的苦心了 这是自然 毕竟云儿 是我一手养大的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没想到 你为了拿龙虎盒 轻舍的剑云云进了出去 我这么做 不过是想借这位 丹王之手消耗硝烟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我们便能坐手于云翁之力 这倒是无所谓 不过你可别把骨盒给弄死了 看着家伙的灵魂力量 定然又是一个 优秀的灵魂体 骨盒身为六瓶莲药时 对我云蓝宗的好处极大 怎么 你还不乐意 云山 我魂殿能让你从当年斌死的地步 达到如今的斗宗实力 那便能再次让你一无所有 记住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魂殿赐予的 魂殿对我有大恩 我自是不会忘记 既然魂殿对骨盒有兴趣 那等事成之后 任悟护法收走他的灵魂便是你 魂殿赐争 魂殿赐争 卢然实实物 那扮护法就等着看着一出好戏吧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您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请 请 请 新娘到 请 明儿子 明儿子 轻易 轻易 来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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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脸了吧 真是 真是 多谢诸位不辞万里来我云兰宗见证爱徒与丹王骨河的婚礼 来来来来 请 今日本宗主在此宣布将爱徒云运嫁与丹王骨河 集时已到 大婚开始 一拜天地 慢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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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云山公主 何必如此嘈急 今日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 可还没定理 萧衍 哼 你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还敢在此大放厥词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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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山 唯我萧家的眩仇 就算赔上整个云兰宗 也难以起刷 你也站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边了 哼 你云兰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还把我们当嫂子吗 好 好 好的很 嗯 既然你们有这般胆量闯我云兰宗 那今日便都留下吧 云儿 你为何总之这么在意萧衍 萧衍 今日是我大喜之日 已经率人上云兰宗捣乱 未免太过嚣张 哼 云兰宗毁我萧家 便不嚣张了 云兰宗强行剿灭米特尔家族便不嚣张了 既然你云兰宗敢嚣张 那我萧炎 有何不敢 你 我与云兰宗不死不休的生死之仇 今日前来 便要彻底了结恩怨 你以为云山 是真想把云兰嫁给你 哼 他不过是为了拉拢你这位丹王 以及你身后的侍女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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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如何 我真心爱慕云啊 也愿意为了他 加盟云兰宗 云山呢云山 为了拉拢强者 你竟对自己的弟子都用这般威烈手抬 当真是一位死尸啊 哼 当年让你侥幸逃脱 这次我定会抓住你 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了 宗主 今日之事 与我有莫大关系 此人 请交给我 这广场上有不少与骨河交情颇深的强者 若他有插手 其他人 只怕不会凶手王冠 嗯 是有些棘手啊 放心 这是我肖家和云兰宗的恩怨 所有妨碍我的人 都是我肖炎的敌人 即便是你骨河 也无例外 哼 动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加玛帝国最杰出的后起之秀 能强到哪儿去 十招之内 你若不败 我立马撤兵 不过 你若是撑不过十招 那今日我与云兰宗之事 你休得再插手 好 我骨河便应你之战 接你十招 我要在他面前 将你击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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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日,我便能得償祉愿 不过,只要败了你,就还来得及 你既执意要做云山的枪,那我自然也不会留情 我是个小小,你让你追求 你的戴上的枪,就会选择 你平时,你连走 你将会选择 你快选择 你回来 你回来 我有点 你回想 我不是 你回想 有了四火消除 国河的战灵至少能媲美四五星洞王 萧炎 已经八招了 八招以后啊 看来萧炎是赢不了 果然哪 也不过是个狂妄的矛头小子 解决你 两招足够了 萧炎金也是窦王 没想到能看到两个窦王大战 虚张声势罢了 虽然战力堪比窦王 可实际根本没有突破 想在十招内打败骨盒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如今还只能借他人之力的话 萧炎 你的下场一定比三年前更惨 最后两招 都是一招一趟 最后一招一招 实际人存在 干净 给我出来 西红 碎尖音 小炎 结束了 最后一招 孤河竟然输了 孤河败了 依他的性子 定不会当众出尔反尔 也算是少了一个心头大患 等会儿大战开启 一定要拦住云兰宗的长老们 不能让他们形成合击阵势 至于云山 就找萧嫣说的交给他吧 你赢了 云月 或许你的选择没有错 我的确不如他 云山宗主 孤河认输 必然要履行诺言 不再插手你们双方之事 至于这场婚礼 也请宗主撤销吧 告辞 不许你 当王离开了 那我们也 先走吧 先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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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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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 你大可不必说什么杀无赦 你害我父亲失踪 亏我萧家之仇 本就不死不休 混账东西 你该庆幸你爹没在我手中 不然定要好好折辱他一番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老师 你 云山 我们父亲到底在哪里 在一个你永远救不了他的地方 他在魂殿手里 是吧 你竟只想魂殿 想必是你体内那个灵魂体告诉你的吧 他竟知道老师的存在 果然有魂殿有勾结 所有弟子结阵是 是 就让本宗主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天有三玄变 琉璃变 今天不管你有多少手段 本宗都会让你后悔再次回来 今日不管你有多少手段 本宗都会让你后悔再次回来 你 你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可惜只对斗王有用 这本宗却 那是这样的 双一叠加 云山 你现在还敢做没用吗 你 速度再急 可惜力道差点 你 是 你是 傻 八七 冯 这一招 你三年前就用 刀是相同又如何 照样让你报仇 好 好得很 自从我进入斗宗以来 你是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权盈的人 让你炒到这条地位 本宗今日便让你见识 把你去切 通了 这条地位 真正的鬥宗强者 这个家伙 早就有点说过 只要拖住云山便好 他的势力 都在内远大城的苏牵之下 恐怕 我有彩灵能与这疲惫 地虎牵 这便是你的仪仗 那你今日 可怕要失望了 好快 四个人 是 是 还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学生岂容你一个小小斗宗企业 是小眼体内的那个灵魂体 宗主 那是宗主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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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干净杀绝吗 当年我就察觉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古怪 若是当年 本尊只需一句话 你这云蓝宗 便得在斗气大陆除名 本尊 面前这个老家伙 竟然是名斗尊 不管你当年有多强悍 自会有人来对付你 区区一具灵魂体 也敢如此嚣张 你既陷了身 那今日就陪硝烟留下吧 凭你吗 凭我或许不行 不过 有人等你许久了 这 这是什么 宋妹何时隐藏了 这个诡异的东西啊 这不气息 是之前那家伙 他果然藏匿在宗帘内 和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误护法 死人便交给你了 好 雅臣 没想到 你还真心想送上门来呢 当年你只要请逃掉后 为了找你 我魂定感受了不少欣赏 一群老鼠般的怪物 当年你们驻寒风的畜生对我出手 这债 我们今日也好好算算 哦 你拥有肉体 但护法过去还幸一分分 可你如今真不呀 对付灵魂体 我魂殿有的是上断 云兰宗果然藏有魂殿强者 这家伙很强 即便是我出手 也很难击杀他 萧嫣 我不能分尸方面了 一切小心 老师全心对付那家伙 云山由我来对付 误护法 那药臣便交给你了 您可别把这小子给弄死了 他们萧家还有我们魂殿需要的东西 放心 我会留他一口气 难道 魂殿的目标是那块妥舍古地狱 他们抓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 把你钱拿回去 想必定能让殿主大器 是 我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能帮你 这也怎么样 我们需要杜赚 我们 막 不 dairy 我们 我们 难怪当年你能逃脱魂殿的追捕 原来是靠医活 你魂殿对灵魂体的克制手段对我没用 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 这云蓝宗屋便是你葬身之所 请你一个灵魂体想要杀我 我左弄的 翻断魂殿 这老家伙果然厉害 难怪魂殿出动了三位后法 还是被他给逃掉了 我还倒是那几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几人还真棘手 云山搜索解决硝烟 本来想细刷你一番 可惜情况不允许了 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 得赶紧把这小子解决了 不然 等到老家伙腾出什么来 那可不妙 通差鹰杠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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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这 你 想 我 你 你 你 我的 我 你 你 快删掉 快删掉 没想到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先前那道斗技 截别不低吧 所需要的斗技也极为庞大 现在还能再施展几次 事不多 但足够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重生 是吗 你那道斗技威力确实不可小觑 不过凭这就想击败本宗 恐怕是痴人说梦 斗宗的实力果然不凡 以我如今的实力 施展开山因并不传说 想要一举将他击败难度太大 老师虽然隐隐占据上方 但他终究是灵魂体 无法与斗宗抢者持久抗航 只要拖到海老他们腾出手来 拼了 凶死吧 就是心呗 分化了 独立连心火 这梅间人里藏了一缕古灵灵火 大战时若有魂殿之人 我恐怕无暇分身顾你 就当做防备吧 多谢老师 盖森 你又要来这招 休想 多谢 无法 你 ett 来 三年前的恩怨 便在今世了结吧 去吧 火怒火莲 火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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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怒火怒火 火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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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不知道硝烟怎么样了 原以为我已经高看他了 谁料这家伙还藏了实力 岂能与斗宗强者相战 要超越他 只怕是不可能了 那家伙在火浪里 恐怕自己都逃不掉 小岩 你究竟创造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斗�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必须将这些斗鸡 你请拿回魂殿 殿主对你的灵魂 可是几感兴趣的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硝烟 那宵炎不过窦王跌风势力 只怕已经断气了吧 宵炎 是宵炎 云山 云山老贼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让我苟延财产地逃走 这笔寨 硝烟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奉还 哪里跑 这一拳 你先替我夫妻打的 这是替我死去的小家俗人打的 这是为你害过我大哥 他突然打的 这是为你害我二哥 消灭将军打的 小炎 打下去 小炎 打下去了 哪有 责战胜负 就在这一拳之间了 小炎不会让人失望的 小炎 小炎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必须有人来偿还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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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啊 好啊 哦 啊 少炎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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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成功了 你也太疯狂了 这身伤 怕是要养好久才能康复了 快 把那家伙的尸体收走 动作强者的骨骸 好 药臣 你速度太慢了 找死 谁找死 还说不定呢 本无法说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你药臣秦为温殿 就算白蛇魂 不好 这事 怎么回事 那个家伙 好像正在吞噬云山的灵魂 温殿果然心狠手辣 行事不择手段 竟然强行吞噬斗宗的灵魂 我们 今日之事 只把布母杀掉了 不能让他顺利吞噬 药臣 担心意义 可还破不了我环天秘法 老师 如今云山已死了 这云南中 也失去福祉的必要 是时候收回一些东西了 这怎么回事啊 快住手 将他们的灵魂放下来 冲刺量量 冲刀宗所有弟子 直逝时杀了清理 杰阵 风铃分行剑 鸣燃 你怎么在这时出关 我逼过你 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 所以突破生死门后 就立刻赶来了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燕燃 明兰宗 怕是要完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是你 萧嫣 燕燃 你师祖一时糊涂 对萧家做了错事 明兰宗的敌人不是萧嫣 而是他 他才是一切罪业的源头 我事后再与你说 现在 我必须为老师和长老们报仇 燕燃 帮我掌控阵事 赢 云烟赴日阵 恶魔 受死吧 凭这破阵 就想对付本护法 你妈 只想麻烦了 那家伙封锁了这片空间 好 贝斯 去吧 去吧 凡人的苍蝇 凡几极 允胜 凡人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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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人的苍蝇 洋蝇 更是战力暴炸 和他拼了 往这里交给我来吧 你去海坡东那边 老师 放心 即便他实力大涨 可想要杀我也不容易 老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老师的用心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想辜负他不成 老师 本护法说过 今日你和他 谁都跑不掉 想动他 你的心收了我才行 可惜 想要老夫的灵魂 不付出代价 恐怕还真没可能 代价 本护法已经付出了 现在到你写上灵魂的时候了 扔法 伙伟 膊 让步 小脸 别停止 胡动 这刀鱼死网破的时候 拼死 我也要再用一次 佛我怒火脸 却不能让他毁了老师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老师 别去踢乱 不愧是万物打了我的药 参差一举灵魂挤到这么两肯 不过这样的战斗 你还能坚持多久 老夫也不信你这状态 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倒也傻 有个说到前来的软世子 却能找你这个带死的家伙 保护一方 滚开 小子 乖乖将你小姐的东西交出来 本护法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是谁 他的命 是我的 美杜莎女王 他 他还在萧嫣身边 他竟已突破那一线之鹤了 还好他及时出手 美杜莎女王 我听过这个命句 不过凤雀阁下 不要管我魂殿之事 否则大祸临头时 可是晚了 他的命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谁都不能动 我找死 不用担心 有美杜莎在 老师 快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担他的对手 好 复古之躯 老夫今日 定要将你抹杀 丧天回船 你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翻身 去护你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你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 也难与此人抗亥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绽 再次出手其命 那便无人能抵挡他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他快支撑不住了 行吗 就照你说的 多谢了 这份情 消炎紧急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分心 别让我们分心 nano 一 这两人实力都是不弱 看来只能用内招了 可惜啊 道宗强者的灵魂 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老师 老师 有 不要 有 还有一高登空强者的灵魂 快阻止它 塞末万象 魂之赃灵 б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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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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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在原地 不要乱动 怎么是 这可是有什么 此人引爆云山灵魂 不会就造个黑幕吧 只怕没那么简单 这片黑暗中 酝酿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好强的灵魂波动 不是 原神灵魂爆炸的能量 都在他的控制下 老师和彩离他们 伤了怎么了 好可怕的灵魂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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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在这儿 小家伙 我是 我是 没时间了 这里鼓灵灵火的本缘 我留给你 若若我遭遇不幸 他在你额头上的火焰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封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他看 他会帮你 好可怕的灵魂灰 魂灵神要炼化我的灵魂 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 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我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丝毫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老师 我对你 一直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却不要依靠自己了 哈哈哈哈 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 你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儿了 哈哈哈哈 拿下了 小颜 小颜 小子 你也来陪你老师吧 不好 小颜 快走 来吧 来吧 小颜 快走 小颜 好了 时间不够了 小颜 混殿 把老师叫出来 快走 太快了 花八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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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该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 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孤家想要再加码帝国振兴 还得依靠你 云蓝走 老师 现在怎么办 休战他 他的两位之气 我直接或间接地毁于云南族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了 你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云兰宗如我父亲在前 唯我小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问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兰宗也屡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兰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兰宗被毁大坝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义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兰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类 那就先将我击败 云玉 凭你现在的势力 真应该很容易 小妍 你伤势太重了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自己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妍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你不是云兰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兰宗 你先去百合 你独够 以我的恩怨 三年签证结束了 三年签证结束了 王山勾肩 魂兼对我萧架出手 我弄起 害我老师备杀 这些血仇 我三年签证 狗 公公 小妍 不要生燕燃 太爷爷 云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别急 看硝烟的意思吧 怕云兰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 你不才满意吗 那我萧家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兰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求你让我萧家人复活 你死了 求你让我封锡和老师都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兰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兰宗的宗主 若云兰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无悔于世事 事后 只能自问一切正为做事 小言 云兰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了 他与魃兰宗 一个月之内解散云兰宗 否则鸡犬不留 魂殿 你们对我萧家 还有老师做的一切 总有一天我都要找回来 萧炎少爷 萧鼎少爷和萧丽少爷过来了 你小子终于肯出来了 大哥 二哥 上是痊愈了 这次伤得这么重 哪有那么容易好 慢慢来 不着急 只要别留下后遗症 一切好说 你是萧家最重要的人 可不能出岔子 对了 云兰宗如何了 宗门人数解散大半 不过还有不少人 想必还要半个月 才能彻底解散 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熟恶已死 报仇和震慑的效果都达到了 让他们解散是最好的 否则真要血气了云兰宗 反而有害我们萧家的名声 大哥说的是 我在黑巧遇待久了 与正常人的想法有些脱节 三弟 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内心也很矛盾 不过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而且是因为你 我们萧家才有今天的翻身 所以无论你做何决定 萧家人都会亲力拥戴的 大哥 我明白的 你若对那云云有情 便找机会带回来 见见我和你二哥 他并未参与云兰宗 对我们萧家的行动 我们不会介意的 我 我跟他 只是以前历练时 不过已经过去了 二哥所剩时间不多了 得抓紧时间看看 老师留下的失声胆解除方法 小家伙 你身子骨倒是硬朗了 还以为你至少要休养一个月 才有说话的力气呢 你的气息 这次虽然受伤极重 可也让我隐隐摸到了 今生窦黄的屏障 运气好的话 或许不久就能尝试冲击一下 这场大战 虽然让你受伤极重 不过也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算是意外收获吧 等你伤势痊愈后 好好闭关一次 看看能否顺利突破这窦黄 对了 你派人通知我过来 可是有事 我想问问海浪 可曾听说过魂殿 魂殿 出现在云兰宗的那人 就是这个势力的强者吧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势力 不过 你养伤期间 我让雅妃做了些调查 目前只知魂殿势力庞大 形式神秘诡异 仿佛非常喜欢捕猎 失去肉体的强大灵魂体 我父亲和老师都落入他们手中 而且魂殿似乎对我萧家很感兴趣 事后或许还会遣强者先来 果真如此 你们都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建立岂能与之抗衡的势力才行 但这魂殿 恐怕放眼整个斗器大陆 都算是吉祥的势力 我们白手起家 想与之抗衡谈何容易啊 白手起家倒不至于 以硝烟如今在加玛帝国的声望 只要振臂一呼 自有无数强者附庸而来 至于其他几大家族 不过趋利而行罢了 可这开宗立派的事并非我本性 且我 三弟 这些东西你不必亲力亲为 即使我自会打理 你只管安心修炼便可 既然如此 待我伤势痊愈后 麻烦海老 帮我联系一下法马会长 以及吉大家族组长 行 云云已经遣散了云兰宗 圣语的弟子 日后 云兰宗这三子 不会在加玛帝国史书上 留下支言片语 虽说云兰宗这头蒙湖倒下了 可又来了一头实力更强的年轻雄狮 不知道 这对于加玛皇室来说 是祸还是福 这也是我们的计划 单凭皇室 并没有和云兰宗叫本的力量 可云山一日不除 他日一定会对皇室下手 那时可没人知道了他 云山的野心人尽皆知 他死不足心 但我接到消息 硝烟有意在帝国内组建势力 到时候 怕又是一尊云兰宗 此时 你可有想法 单凭硝烟一人 就有跟斗宗一战之力 更何况 他身边还跟着那位美毒沙女王 如今硝烟已然得势 只要我们稍有敌意 恐怕会引火烧尸 云兰宗不就是个例子 但我们也不能坐视硝烟的势力 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经此一议 硝烟的心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出于何种联姻 他行事终归不似云山那般狠辣 他有对云兰宗赶尽杀绝的实力和理由 但却没那么做 这一点确实有别于云山 既然硝烟重情义 我们如今的实力又无法动摇他 倒不如用怀柔之策 或许对皇室来说 反而会有弊意 你的意思是 不仅不阻碍硝烟组建势力 还要尽量帮他一把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没了云兰宗 如今的加玛帝国 在斗器大陆的实力和地位 都会迅速下降 扶持硝烟确实是 皇室和帝国最好的选择 就照你说的试试 希望这小子 不会像云山那样 否则 即便是拼得两败俱伤 老夫也叫他 逃不了好果子吃 他爷爷一定不会失望的 你这丫头 怎么对他这么有信心 莫非喜欢上那小子不成 哪有 你找个时间 带皇室去慰问一下萧衍 顺便将皇室的意思 透露给他 加玛帝国的确需要一个 强大的势力和强者 现在看来 只有这家伙最合适的 太爷爷放心 妖艺一定办妥 对了 你派人去打探一下 出云帝国的毒宗 这个神秘势力 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只怕会在将来的宗派大会上脱颖而出 多知道一些情报对我们没有坏处 虽然你早派出大量探子前去探查了 但只得到两个字 独女 独女 小家伙 世生丹过于霸道 要想一举解除 我义无良方 不过也别悲观 只要暂时延长服药者的生命力 令其在此期间突破之斗黄 那么世生丹的药性便自然就能解除 老师这方法倒是不难 这下面是增强生命力丹药的丹方 清明寿丹 六品丹药 能够提升近十年寿命 一生只能服用一枚 炼制材料 清明果 寿亡浆 万年青藤 老师 只要火印还在 老师就还活着 老师 我会尽快提升势力 让我将你和父亲解救出来 解决世生丹药性的办法有了 不过炼制清明寿丹的药材收集 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 萧炎少爷 药叶公主来见 哦 知道了 她来做什么 萧炎先生 想要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 药叶接连几次拜访 总算在今天见着您了 不知 药叶公主前来所为何事 萧炎先生帮我皇室 除去一位心腹大患 药叶前来探望 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那萧炎谢过了 药叶公主请坐 药叶公主 不是单单来探望吧 药叶听说 萧炎先生准备在加码帝国创建势力 没错 我萧家仇人不少 而且都不是泛泛之辈 要想保护族人 必然需要足够的力量 萧炎先生要组建势力 帝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 来作为代表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那加码皇室 很乐意助您一臂之力 如此 皇室需要我萧炎做什么 皇室别无所求 只希望云兰宗之事不要再发生 药叶公主大可放心 萧炎不是云神 只要皇室不是萧家的敌人 我萧炎 自会记得皇室的相助之情 必要时也定会出手相帮 萧炎先生的品行 我自然是相信的 至于势力组建的细节 等我有了眉目后 我们再约时间细说 既然如此 那我便静候佳音了 这些是太爷爷 让我带来的药材 想必对萧炎先生 炼制疗伤丹药有帮助 还请收下 家劳有心了 烦请公主替我问候家劳 萧炎先生的问候 我定然带到 这就不打扰萧炎先生清修了 告辞 公主慢走 皇室这手笔倒是大方 看来皇室 并不抵触三帝组建势力 不是不抵触 只是忌惮三帝身边的这帮强者 否则 皇室这些年吃够了云兰宗 打压之苦 定会百般阻挠 新兴势力的崛起 不管如何 有了皇室支持 组建起势力来 也能少去许多麻烦 我建议组建势力 最好把帝国几大家族 和炼药师工会 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联盟 这样省时省力 还能在帝国内 吸收天赋不错的心生血液 培训出属于联盟的强者 这些细节 搭给你看着办就行了 如果培训新生血液 需要功法 斗技这些东西 交给我便行 你这小子 现在就开始 想做甩手掌柜 对了 你伤势如何了 再过几日时间 应该就痊愈了 等你伤势痊愈 我便回黑角域 萧门 还需要我去掌管这 萧炎少爷 纳兰小姐求见 她来干嘛 请她进来 是 纳兰艳然吗 说起来 我和大哥都还没好好见过 这位差点成为 我们弟妹的人呢 那些恩怨 早几年前三弟就了断了 你便不要再记挂于心了 纳兰小姐 请坐 不用了 老师要离开加玛帝国 临走前 想见你最后一面 离开加玛帝国 请跟我来吧 这样的结果 你满意了吗 希望你亲眼看见我萧家 被云兰宗杀得差点鸡犬不留的景象时 还会这么说 我很后悔 当年 我若不任性地去萧家大闹 萧家与云兰曾就不会 世上没有后悔啊 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要再提了 带我去见云运 跟我来吧 老师在那儿 你去吧 三日之后 我和老师就会离开加玛帝国 你们决定去哪儿 不知道 斗际大路这么大 老师想去哪儿 我便陪他走到那儿 你来了 真要离开加玛帝国 云兰宗没了 我就没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在这加玛帝国困了这么多年 能够出去走走 倒也不错 斗际大路强者无数 遍地险恶 你一女子闯荡历练 岂非自讨苦吃 这加玛帝国虽然没有外面世界精彩 可却能保你安全 怎么说我也是斗皇巅峰的强者 又岂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我不恨你 既然不恨 为何还要执意离开 不如 你留下来帮我 你忘记了 我的身份立场 本该捷径所能找你报仇 但你知道 即便我可以 我也不能 这是云蓝宗多年的收藏 你拿着 算是为老师犯下的罪孽 做一点补偿 真的非做不可吗 我很庆幸 当年在魔兽山脉 遇见 并认识你 可惜 我们最终要回归各自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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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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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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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仙人一开始的努力 以步步重拾自己和萧家的荣誉 万事开头难 既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那后面的阻碍 绝不会让我有丝毫的腿缩和畏惧 父亲 老师 熊儿 等着吧 我萧炎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何妨贼子 难改善罢消毒 看来我消毒的王位确实不错 辛苦诸位了 不要慌 是我 阿哥 你培养的属下真是不错 虽然血腥气过重了些 但战力非凡 有他们守护萧府 寻常强者 怕是难以潜入 你小子要再不回来 我们可就要请海老 上云南山找你了 有事耽搁了下 这是 清明寿丹 此丹药可暂时帮你免除 诗生丹的侵扰 但也只是权益之策 要想彻底摆脱 诗生丹的副作用 就必须在十年之内 突破到窦黄界边 定不负三弟所望 大哥 明日便邀请法马会长 和几大家族组长来消服了 侯 你生事痊愈了 太好了 那明日便看三弟你的了 没想到家老也会大驾光临 小子实在有失远营 这等大事怎能少了我皇室 老夫可也是想亲眼见识一番 硝烟小兄弟的手段哪 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 那我们便开始谈正事吧 如今云兰宗已彻底解散 虽说是除了一个大患 可也因此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导致加马帝国 在西北地域的地位严重下降 身为加马帝国之人 想必并不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吧 诸位也知道了 我硝烟的一些打算 帝国内拥有强大的势力 也会使得所在国地位提升 如今云兰宗解散 那么我硝烟要建立一个 比之更为强大的势力 今日将诸位找来 便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 这个联盟之中 共谋前程 硝烟小兄弟的意思 想将我们几大家族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单一势力 那和云兰宗没有太大的区别 难道硝烟小兄弟也想称霸帝国 这话还是我来说吧 三弟的意思是 想邀请大家加入 形成一个联盟 而这个联盟保护着所有的成员 说句不客气的话 诸位在帝国内确实有几分危机 可在西北地域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弟的提议并非他一人得力 联盟成立后 你们三大家族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联盟会将功法斗技提供给各个家族 用来培养强者 为联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而身为联盟成员 能得到最为完善的训练和培养 今后所获得的成就 自然是不可预估 不错 若是如此 倒是我们占了一个大便宜 只是不知道 要加入联盟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代价便是 凡加入联盟者 日后则不能以家族自去 必须将联盟视为家族 维护其一切利益 这 诸位放心 联盟并不是一家独尊 我等会成立长老院 这才是联盟的最高决策机关 作为创建人的诸位 都将在长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 日后便绝技不会再有这般容易 我米特尔家族没有意见 这长老院的第一位长老 便由老夫来当吧 这海老头早与萧家穿了一条裤子 装什么装 就是 既然海老头同意了 那我穆家也没有意见了 我纳兰家也同意加入联盟 只希望萧炎小兄弟 日后能善待我等 加入联盟便是盟友 之后谁敢动穆家和纳兰家丝毫 得先要看我萧炎是否答应 多谢萧炎先生观照 法马会长 不知您有何意见 小言小有 你也知道 炼药师工会与家族不同 工会对炼药师没有严苛的限制 他们大多是自由身 工会已无法代表他们的选择 不是老夫不愿意 实属不好做啊 若是联盟 能在十年之内 为工会培养出至少十名五品炼药师 以及 助法马会长成为六品炼药师呢 我萧炎接触炼药 不过七年时间 便已至六品之间 单凭这点 想必法马会长 便不会认为我是在信口慈黄吧 七年便已至六品 这种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或许他所言非虚 毕竟他的老师是那位前辈 好 若萧炎小有 真能让我炼药师工会 十年中拥有十名五品炼药师 那老夫承诺 尽全力将工会 纳入联盟之中 炼药师不管在哪里 都是斗旗大陆上最为重要 与稀少的职业 炼药师工会能够加入 这联盟的潜力将会无可估量 小言小有 不知皇室能否加入这联盟之中 也让我皇族十年内实力大增 家老有这个念头 萧炎自然是欢迎之志 只要皇室加入联盟 萧炎必竭尽所能 此后联盟与皇室 祸福相依 既然这联盟已成 不知可有取名 联盟之名唯有二字 我们可称之为炎盟 好名字 来 我等敬萧盟主 敬萧盟主 长老院可决策盟主意志 放权过大 只怕日后会是个麻烦 这些人可都是些老狐狸 有大哥在 这不会是什么问题 你小子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萧盟主 这称呼可真虎人啊 一直都没机会 对诸位说声感谢 不必客气 我们本就是想来历练一下 此次也只帮忙拦截了长老 碰上真正的强者 倒是一点忙都没帮上 别妄自飞过 你们可还年轻 等到了云兰宗长老那般年纪 恐怕早就到了斗宗界别 这倒是大有可能 虽没能参加真正的大战 但我们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这几天 我们三人先后提升了至少一星的实力 这么说服下斗灵丹后 你们三人还能再提升一星 斗灵丹 就当是我对你们此次相助的酬谢吧 那我们就效纳了 多谢萧炎兄 谢谢 半月之内 三枚黄鸡丹便会送达三位手中 萧门主哪里话 您的信誉我们自然是信得过 之后我二哥回黑角域掌管萧门之时 还望三位多多关照 这是自然 我等定会鼎力相助 萧炎兄 我等离开黑角域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不好久留 这便与你告辞了 你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喂 萧炎 你给我的药丸早就没了 什么时候给我炼汁啊 早给你备好了 这小蝉虫 这还差不多 多谢了 以如今你的实力 大可以强行命他们加入 何必要如此麻烦 若是强逼他们加入阎盟 那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倒是别说对抗其他来犯的势力 光是内斗 就会耗尽联盟的气数 再过一两个月 我们的一年约定便是要到了 难道你不知道 一旦我服下赴魂丹 你绝对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上的人 还是你以为凭你现在 能与我抗衡呢 我自是知道 但约定尚在 我自然不会回约 并且你一直在寻找药材 如此期待之情 难道我还不能理 那些药材全被子言吃了 你若真着急练制丹药 赶来送死 不必大费周章 直接与我说 我送你一掌便是 没有卷之光 还剩下 不要以为本王心意有所改变 只是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而已 好 我好像快要进阶了 果然如此 刚好 我也有要突破的预筹 需要寻个安静的地方 闭关禁忌 既然你也要进阶了 那我们便一起吧 大哥二哥 我先去做些准备 嗯 你提升实力自然是最重要的 盐盟中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嗯 你要带紫言去何处闭关 魔兽山脉 紫言禁忌需要庞大的能量 魔兽山脉倒是合适 不过他跟着你去 我不放心 我要一起去 不用吧 这是去闭关禁忌 又不是游玩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走吧 我第一次历练 便是在这里 一座小镇有什么好历练的 这青山小镇 可是来往魔兽山脉的唯一途径 此地鱼龙混杂 这是谁啊 对啊 好漂亮啊 好美啊 快看 好美啊 怎么没见过咱呀 怎么这么好美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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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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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今日你血战拥兵团 一个都逃不掉 我等已让出了青山镇大部分地盘 你们又何必要赶尽杀血 gew杯们也太嚣张了吧 嚣张了又怎样啊 嚣张了又怎样了 老大说了 血战拥兵团 一个不留 不過绫儿小姐 都是例外 双 哎呀 我们老大可是指定了今晚就要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它那怎么会招惹到蛇巢兵团啊 这可完蛋了 是啊 蛇巢兵团背后 可是占着拥有 窦王强者的贺家 这血战佣兵团 怕是要灭团了呀 卡哥 卡哥 我跑不动了 凌儿 不能停啊 凌儿小姐 乖乖跟我回去吧 等你把老大伺候好了 说不定我也会享受 一些好处的 凌儿 快逃 新魔兽杀败 卡冈大叔 畜生 娇 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的 整个青山镇 还没人敢管我们 这 这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插手 蛇巢英兵团办事 好小子 真有种啊 居然敢招惹我们 蛇巢英兵传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团长是 鹤家的女婿吗 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 不过您还是 尽快离开吧 若是他们的强者赶过来 想走就难了 放心吧 卡冈大叔 我要保你们 这整个加玛帝国 便无人敢动手 大言不惭 上 给老子砍了他 再敢上前者 死 你究竟干了什么 让他走 再敢仗势欺人 他就是他的下场 还没想起我是谁吗 你是 萧炎大哥 你是萧炎大哥 我这帮子新出炉的 卡冈大叔 灵儿 好久不见了 卡冈大叔 灵儿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你们还在这儿青山小镇 萧炎 我真是你啊 这才几年没见 你便如此厉害了 你的名字倒是与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 与阎盟盟主相同 不过听说 那阎盟盟主 可是有着能够与斗宗强者相战的实力 你们应该只是通明吧 或许吧 萧炎兄弟 多年不见 本不该如此 但我们血战拥兵团如今遭遇大难 能否恳请您能出手相救 事后卡冈愿为您做牛做马 快起来吧 你们二人不必如此 你所说的大敌是 便是方才那蛇巢拥兵团 他们团长是一名六星斗铃强者 在这青山阵中无人能敌 六星斗铃 卡冈大叔 我此心还有要事 需要尽快赶往魔兽山脉 或许 不能在此耽搁太久 你将这些火灵瓶收好 若遇见那蛇巢拥兵团团长 就用斗器催动瓶子投掷过去 危机自解 另外 这玉片有我一丝灵魂印记 若是以后真有生死攸关的大事 可将之捏碎 我会现身遗住 卡冈大叔 灵儿 今日尚有要事 便先告辞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应该还能再见 人 人呢 人呢 终颜兄弟的实力 已非我等可以揣测 这次我们有救了 走 去救人 啊 不是 我是 什么人呢 不是